在这个小体积高发热的环境下 拿一块黄铜在这里装样子 就像开着跑车挂个一档 光好看没用啊兄弟们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一期视频咱们就是对这个小米140W 三口充电器做详细的拆解 这个140W充电器所有的测试数据 都在测试部分的视频里面 还没有看的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充电器的各项数据测试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有很多老铁都在等这个充电器的拆解视频 咱们的产品都堆在一起了啊 都在排队的拆 所以说大家不要急 所有测过的产品咱们都是会拆的 不拆就不是咱们的风格 喜欢我这种硬核测载视频风格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先对这根线做拉力测试 这个线材看拉力效果究竟好不好 我们测试了就知道了 如果拉力是越强的话 就证明内部的线心和用料就越好 如果拉力很低的话 就代表这个线内部的材料很垃圾的啊 我们马上来做第一次拉力测试 第一次仅仅是把这个外皮拉破了啊 这是第二次拉力测试 还是一样的 只是拉破了外皮 线还没断 再来做第三次拉力测试 这一次已经拉断了 这一次最高的拉力是75公斤 内部线心的外皮还没有完全断啊 我们来做第四次拉力测试 已经断了啊 还剩一点点啊 这个是线缆的外皮 这根线的拉力测试的成绩 大家满意吗 这个线材的拉力测试 大家都看到了啊 一个TB材质的线材 竟然可以达到75 78公斤的拉力 这个比那些所谓的编织线 抗拉力的效果更好啊 这个用料的话 觉得也是很不错的 我们马上把它拆了 线材的TPE外皮 外部缠绕屏蔽层 第一层屏蔽网 第二层屏蔽网 蓝色镀膜的铝箔屏蔽层 内部凯夫拉材质的抗拉纤维 红线两根正极线缆 白色的两根负极线缆 四根数据线缆 内部的线缆全部采用镀锡线同时 而且每一根线缆内部都有抗拉纤维 两个Type-C头内部都有保护钢套 打开钢套以后 内部还有白色的封胶 线材需要稳固的地方都打了红色的封胶 eMarker芯片的地方 有黑色的硬胶进行固定 这一颗eMarker芯片 4E型号是3216BA 这是一颗定制芯片 我查了几天 没有查到任何资料 大家都知道 小米的产品有很多的定制芯片 是没有资料可查的 这就是小米140瓦充电器 内部自带的那根CC线 全部都拆开了 用料怎么样 做工好不好 各位老铁们你们说了算 我们现在对这个140瓦充电器的本体 做一个拆解 还是用这个切割机 直接把它切开 像这种超声摸焊接的 很难打开的 外壳已经切得差不多了 我们直接用撬棒把它撬开 撬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两根导线 220分交流电通过这两根导线 连接到主板上面 这里有一个泡沫的垫子 折叠插脚 两颗螺丝固定 用撬棒把四周全部都撬松动以后 从这里把主板拔的顶出来 壳底上面占有一个 史墨锡材质的散热贴 主板模块被黄铜的散热片包裹 散热片和散热片之间是通过暗扣 进行契合黑色的麦拉片做绝缘处理 这一块它是焊接在主板上面的 这一面它贴有耐高温的黄色绝缘贴纸 也是做绝缘防护的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片黄铜的导热片 变压器上面有一块蓝色的导热硅脂贴 整流桥和这个电感侧面 也贴有蓝色的导热硅脂贴 这些电感上面都打有这种白色的散热硅胶 这里还有一个用作隔离的一个塑料的隔离片 隔离片下面一样的打有白色的散热硅胶 这边也有这边也有 这一小堆就是我清理出来的散热硅胶 主板上面主电容上还套有一个黑色的硅胶套子 硅胶套子里面还有一个缓震泡棉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充电器的散热方案 真的好好吐槽一下 黄铜片 咱们不是说铜比铝好吗 对那是纯铜啊 紫铜 但这个是黄铜 它的导热系数只有铝的一半都不到 导热性不佳 性能成本石油性全没落败 工程师你这是设计散热还是设计首饰啊 黄灿灿的是不是很好看 你说是为了结构强度 为了一体压住方便 那你也得考虑一下散热效率吧 在这个小体积高发热的环境下 拿一块黄铜在这里装样子 就像开着跑车挂个一挡 光好看没用啊 兄弟们 如果这个充电器老老实实的 用一块结构合力的铝散热器的话 它的温度表现会更上一层楼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模块 然后我把它全部打散 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款140瓦小米单化夹充电器 它采用了典型的高级程度分区式布局 整体为EMI电池干扰抑制电路 PFC功率因素校正电路 AHB非对称半桥反击拖步电路 隔离反馈与同步整流 协议控制三路降压电路分别对应 两个Type-C口和一个USB-A口 整个电路模块分区清晰 做工还是挺扎实的 接下来看我给大家介绍 咱们会重点带一嘴PFC电路的重要性 首先是EMI电池干扰一支电路 输入部分主要用于抗干扰和整流处理 一颗东莞贝特电子932系列 3.15A 250V 慢熔断保险丝用于过流保护 贝特电子成立于2000年 是国内知名的电路保护器件制造商 紧接着是台湾9E电子的NTC热米电阻 用于一支上电浪涌电流 9E电子成立于1986年 专注热米与压米元件 在电源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两颗共模电感 一颗扇头送电电子的X2安硅电容 构成共模干扰一支网络 电容规格0.33微法275V 松田电子是国内专注安硅电容器的品牌企业 广泛配套于充电器电磁炉等小家电产品 整流桥部分 使用两颗重庆评委实业出品的贴片整流桥并联 型号是TMBF310 规格为3A1000V 评委实业成立于2001年 是国内二级管整流桥领域的重点企业 两颗滤波电感 两颗薄膜电容 构成插膜滤波网络 用于提升输入功率因素 并降低EMI干扰 这两颗电容都是来自深圳速溶电容器 官网没有任何资料下载 这个公司的官网都打不开了 这颗规格是0.82违法 那要450伏 这一颗是E违法 那要450伏 PFC功率因素交正电路 用于将输入电压升高至约400伏的直流 同时提升电源功率因素 减少电网谐波干扰 简单理解 它就是像让电源用电更讲规矩 没有它 电源会从试电那边乱吸电 不断效率低 还可能干扰家里其他的电器 而加上PFC后 吸电又稳又省 放电的话更高效 还能减少电网污染 这也就是为什么高端的开关电源 PFC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模块 PFC电路的控制核心 采用的是美国吸力节的PFC控制器 SY5072BABT 思义型号是D9DZA 吸力节成立于2008年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硅谷 在杭州设有分布 是电源管理与电池管理领域的 知名企业 这是一个采用恒定导通时间运行 类至生压转换器 以获得高效率及优化 EMI性能的PFC控制器 PFC控制芯片 驱动一颗美国纳威半导体的 淡化夹功率管 NV6136C 这是一颗类至170毫欧岛组 赖压700V的淡化夹开关管 具有高频高效的优势 能显著提升升压转换效率 纳威半导体成立于2014年 是全球首家量产GN功率芯片的公司 其产品具有高频低损高效率的优势 PFC保护部分使用RS3MBF二极管 用于旁路保护 深压整流使用一颗 重庆品尾实验的PBMU R5J1 超快恢复二极管 这个就是充电器的PFC电感 外部有黄颜色的 耐高温的绝缘胶带 缠绕进行保护 这边有厂家的丝音 滤波部分使用的是一颗 香港东家电子出品的 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电容为东家电子KZM系列 规格是82微法 耐压420V 作为输出主滤波 东家电子 是一家老牌电解电容制造企业 产品广泛用于电视电源等领域 AHB非对称半桥反击拓部电路 PFC升压之后进入主变换环节 采用非对称半桥反击架构 也就是业内常说的AHB架构 但从学术角度来讲 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AHB 更贴切的称呼是非对称半桥反击拓部 AHBF结构 这种拓部兼具反击和半桥的优点 效率高 体积小 器件选行灵活 是当前大功率快充领域的主流设计方案之一 AHB控制芯片 是杭州杰华特微电子出品的JW1556 杰华特成立于2009年 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 旗下产品多用于适配器 照明电池管理等多个领域 这是一款非对称半桥反击式控制器 适用于离线反击式转换器应用 芯片内部集成供电深压转换器 可提供主电源开关和辅助开关 两路输出控制 控制芯片 供电使用的是一颗东家电子出品的 KZM系列22V法50V的电解电容 确保芯片的稳定工作 主功率级 采用的是一颗美国拉威的 GAN Sensor系列的 淡化加半桥功率管 型号是NV6245C 芯片内部集成两个淡化加开关管 以及驱动控制检测保护和隔离电路 具备高频高效率内建保护等特点 是高性能淡化加方案的代表作 这颗携震电容来自深圳速溶电容器 容量是0.47V 250V 配合变压器与功率管 构成完整的携震网络 这颗就是充电器的主变压器 用于实现高压到低压的能量变换 为负边输出提供功率支撑 充电器的安全隔离反馈电路 隔离反馈采用台湾一光电子的 EL1019光偶 一光电子成立于1982年 是光偶与红外器件领域的领导者 这个光偶属于一光EL10XX系列 光电偶合器 三颗四川特人祥科技出品的 1101K 400V的安规外电容 总容量300P法 特人祥成立于2005年 专注安规电容制造 三颗四川特人祥科技出品的 这三颗外电容 确保胶石流件的安全隔离 和EMI一致 充电器的次级SR同步整流电路 采用捷华特微电子的JW7726BL 同步整流芯片 四翼型号是JWJBJ 这是一颗高频高效的 同步整流专用控制器 适用于反击 LLC AHB等多种架构 具有快速关断 低驱动损耗 和自适应导动实践控制等功能 特别适合大功率快充的输出场景 搭配控制器芯片使用的 两颗深圳微造半导体出品的 VSP003N10H NMOS功率管 组成高效的同步整流架构 微造半导体成立于2002年 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器件解决方案 这两颗管子的规格是 蜡压100V 导组3.4毫欧 最大漏极电流125A 次级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由两颗造型绿宝石CH系列 560V法25V固态电容完成 绿宝石成立于1995年 主打高稳定电解及固态电容产品 两颗电容的总容量 1120V 协议控制与三路降压拓扑电路 这款充电器提供两个Type-C口 一个USB-A口 三路输出均采用独立的 同步降压拓扑结构 并具备多协议识别与动态调压功能 协议识别部分 两个C口由音级性的IP2738U协议芯片控制 A口则是由IP2736U芯片负责识别域控制 音级性成立于2014年 是国产快充协议芯片的代表厂商之一 产品广泛用于各种充电器中 支持PDQC PPS小米私有协议等多种协议 三路降压控制芯片 全部采用上海南星科技出品的SC8002 这个芯片支持宽压输入 同步整流和丰富的保护机制 南星科技成立于2015年 是新兴电源管理IC厂商 近年来在各种快充方案中 表现非常的突出 三路降压电路采用典型的半桥拓扑结构 每一路配置两颗 深圳微造半导体的VS3618BE NMOS开关管 一共用了六颗 用于高效电能转换 这六颗管子的规格 都是赖压三十伏 导组5.2毫哦 最大漏极电流58A 三路降压电路 三颗降压电杆 一同固定在塑料绝缘支架上面 结构紧凑合理 每一路降压电路的输入和输出端 都是配置的MLCC的贴片电容 进行高频滤波 抑制开关照声 这里有一颗R2005贴片电阻 这里还有一颗R2005贴片电阻 这两颗R2005用于两个C口的电流采样 造型滤宝石电子出品的CH系列 560V25V固态电容 每个充电口用一颗 用于抑制输出纹波 提升电压的稳定性 每个充电口还配备一颗 江苏长径科技的CJAB55N03S NMOS开关管 作为VBUS输出控制开关 提升负载管理的灵活性 这三颗管子的规格 全部都是赖压30V 导组3.8毫哦 最大的漏极电流55A 最后每个充电口 也贴心的加入了ESD 防静电保护 用于防止用户拔插过程中的 静电干扰 保护芯片与负载安全 这是充电器的三个USB连接器 两个Type-C口 一个USB-A口 内部舌片都是橙色 做工细节还算是可以的 外壳材料 全部都是不吸磁的材料 A口是同质的 C口应该是不锈钢的 220V的输入导线 采用的是特付龙的导线 这个是赖高温的 很难得的 这个是充电器内部的 折叠插角 插角部分为同质材料 需要过电流的黄片 它也是不吸磁的同质材料 这个盖板用两颗螺丝 进行压住进行固定 充电器的壳底内部 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充电器组壳底内部 一样的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测也测了 拆也拆了 最后总结一下吧 这款小米140瓦 淡化夹充电器 整体表现非常出色啊 采用高启程度的 分区式电路架构 内部包括PFC升压校正 AHB非对称半桥主变换 同步整流 三路独立降压 结构清晰 架构主流 是当前大功率快充电源的 典型的一个设计方案啊 它支持三口融合快充 三口同时输出 都能稳定的跑满33瓦 这一点在市面上是 几乎没有对手 虽然没有PBS协议 缺少PD12V档位 但是对于米家用户 和苹果全家桶用户 依然是非常值得入手的选择 文波控制优异 转换效率高 支持不断联技术 300多的价位 也算是合理吧 它的散热部分 采用了黄铜片 可能是工程师 评估这款电源 整体温身不高 选择了结构强度优先的 同才作为散热器吧 但是黄铜的导热性 仅为铝的一半 在小体积高功率的环境下 多少显得有些装样子 若是换成结构合理的 铝散热片 或者是纯铜的散热片 温口表现会更上一层楼 这就是这款小米三口 140瓦充电器的 评测和拆解的所有内容 喜欢我们这种 硬核测拆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 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ееek